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一上线 就发现家里被人给拆了 看受清记录 发现这人攻破了他们的庄严 看来是不准备护刷了 那小强现在就过去复仇 走进庄严后 发现塑料机上写了一些字 再来一看还以为是想护刷 只是一看却发现 上了圈座小强拆家 看来这家主人很有情态嘛 他写的首饰特别提醒你别拆家 既然他都拆了小强家 哪有不仿击之力 一定要继续拆 这里有个柜子摆在院子里 摆在这外面说不定是护刷柜呢 那小强赶紧拆拆看 拆完后发现居然什么都没有 看来这家主人是真的不想护刷 咱们现在就上楼把柜子都拆了看 这房子看上去是个跑酷房 还有很多铁笼子 你上去可得小心了 小强当然是不会按照他的方法上楼的 直接放个钩子上去不就好了 上去之后小强在上面找到了很多柜子 可是打了半天都是一些空柜子 很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油脂的柜子 可惜里面的东西越想一点用都没有 这家房子确实很全 你这复仇都是亏本而归 看来主人写的诗还是有道理的 这样主持咱们还是离开吧 开启下去后发现前面又有一个柜子 打了这个柜子 咱们就能攻破庄园了 这个柜子里倒是有些失误还能接受 打完后小强就准备离开了 可是门口突然骂出个人来打小强 那小强得赶紧踏出武器打打 这有喷起背包看他是个大了 尽管主持小强还是轻松松把他给打倒了 这个会不会就是庄园的主人 小强先去拿一下门牌对比一下名字就知道了 对比之后发现原来不是庄园的主人 送回家以后掉落了好多物资 感觉这个物资比刚刚操房子多的物资都好 然后小强看了一下这人是个十三庄 小强这么能干都也只是刚刚升的十三庄 看来他是个钢地他被打倒后也是不服气 那咱们说他是个萌性打不过也正常 让他服气一下 你这么说能让他服气吗 他反而更不服气了 确实他已经到了胡言乱隐的地步了 那咱们让他穿上战斗脚后再来跟小强打吧 等了半天也没见那个人回来 到时看见了另外一个人 咱们赶紧追上去把他打倒 打倒以后也不把他送回家 这样就可以当做人质了 那个十三庄园一定会回来救他的 等了一会儿他果然回来继续跟小强当挑了 不过他还是没打赢小强 这次他说是抨弃背包的原因要求再换个背包 那小强就奔没到底 扶他起来让他回去换背包 结果从白天等到了网上 强都没见他回来 不对啊 换背包为什么要回家画 确实不太对信 想打开聊天框看了一下 结果发现这下信了 看来你被骗了 他只是借着换背包的名言逃跑 他没打破墙 怎么会伏气逃跑呢 一定是不是想去下信了 那算了人都走了 想也早先回去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在这里 我是强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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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